好,这个视频是解说OTS12的车变人的过程 这个样柄也是涂了一半也没涂的 基本上就是检测一下那些功能的一个样板 然后这个吊钩里面没有装那个绳子和钩 本来是那个绳子它有一个脚盘 这个脚盘可以把绳子收缩和拉长 通过这个孔传过来那个钩 钩可以钩这里 它可以钩起来 就是以调整这个钩车的这个架子的高度 当变形的时候就是把这个钩脱开 然后把绳子全部卷到最短 然后缩好 那么这个视频主要就是说它的主体的变形了 现在开始跟10E一样 首先也是把这两块解开 解开以后 两个车翅膀全部打开 打开以后很完整的变出露出里面的结构 然后这个屁股上面这两块翻起来 全部脱开 这两个挂钩分开 然后这个下边这两块大板 它是这里是结合位 这里解开 解开好 然后全部掰开 整个这一块是它的可能就是比较难 难一点的吧 这个腿部的变形 这个时候把这两块分开一条一条开始变 这个是大腿 大腿的 这前面是小腿 小腿吧 小腿 扯平 这样 这样扯平 扯平以后这里这个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火锡的这一块把它松过来 你就要把这里要用点力 稍微这一块盖住 这个就是火锡了 这就是小腿和大腿的正面 就是这个样子了 然后就开始变这个后面这段 后面这段呢 这里这里有个灰色的两段式的 你把它保持一个平的状态 这里解开一下 这一块是它的胶板 然后那这一块 这个脱钩呢 也要保证它是一个平的状态 然后 然后这个轮子这样 翻一折 从这一面看 从这一面看 变车的时候是长的 然后就是把它折两下 保证它是平的 然后这个 这个三九形的一半 三九形的一半 它是从这个 刚刚好是漏过去 然后这里扣上 这个小腿形状就出来了 正常的那个 是按它那个比较矮小的那个 粗短的那个体型的 我们就把那个收回去 用力过猛 把这个收回去 然后开始变这个脚板 脚板这个 这块是脚后跟 把这块先转九十度 转九十度 这个地方再转开 把这个脚趾 没拍到 重来 这个样子的 这个是 那个错失状态的 这个脚后跟 先翻一下 这样翻一下 翻下去 这是前掌 翻一下 翻回来 扣一下 再一盖 好了 这条腿变好了 大腿 跟那个失忆一样的 也要 也要 这个是车子的状态 这是变成人以后 要移过来 这是裤衩 这块翻下来 这块已经 已经过来了 同样的 变另外一遍 把这个绳子 绳子 把它翻 扣平 早一点把它退回去了 这边也是一样的 就整个这块 这块翻起来 这个灰色的这里 要是平的状态 这一块就盖到后面 这个黄色的这个脱钩的一半也是 跟这几个空洞的地方对应好 然后就变脚 这个还是有一点点松了 下半身就这样就变好了 下半身变好了 这个后脚跟有点松 变完下半身 那个前面就很简单了 就是 哦 因为我们把这块已经脱开了 所以它这个 就已经跟里面那个解锁了 我们只需要把前面这块 翻上来 这个打开 它这个手啊 比11要容易进出一点 因为它这个窄一些 它不存在那个空间 有点避让的那种情况 打开以后 这里 把它转一下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一节跟那个灰色那节 它这个地方 对一下 这里对一下 这里对一下 盖上去 这跟11是一样的 这里转90度 然后这个手炮 手炮这里 有两节 先是一节 然后再打开一节 这边变好 这个地方 对 另外一边 同样的 这样对好 这样对好 这块盖上 钳壁这里 转90度 不对 180度 转180度 把全都这样翻出来 把这块 提起来 转180 卡下去 这只手也变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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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剩下就是 背包了 背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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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 这两片 目前有点松 这两片这里 有个卡 卡扣把它卡紧 卡紧 卡紧以后倒是 倒是挺紧 以后 那个成品 这里也不会松的 然后这个 这个地方 你要解开 那个扣 你要 跟它这里 平行 完全把这个顶 盖这块 给它让出空间来 它就 它就开了 开了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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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头 翻上来 然后呢 这个 十二 这个熊跟十一 它有一点区别 它可以 就是 不往上推那一下 也不收轮子 就直接 直接转 直接转 这里有一个 一样的 把这里 对上以后 把这里扣好 把这里扣好 好了 胸口 胸口 已经 好了 把肩膀这里 那里 对上 这边也都好了 嗯 把它这个 头顶上的这一块 这个炮啊 翻出来 翻出来 这个地方 塞进去 遮叠一点 然后 这个背包 看见没有 这里结合一下 然后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给 跟这里 结合一下 把这个打好 把这个翻上去 这个你随意啊 什么 这个 什么角度 反正 有齿轮定位的 你随意 随意定 剩下这个翅膀 翅膀就是 嗯 你想要它这么长也行 但是 有 看到有些设定图 它好像是有一个 弯折的 那个感觉 所以你可不能 折短一点 就看上去就 就没有那么长 两段式 三段式 变成这样 这块收到这儿 人形 嗯 变完了 啊 站一下 这是一种人形变完了 嗯 哦 嗯 重新再 央品啊 样板啊 好了 这就是说明书里面 默认的那个 身材结构 它是有四种高度 不同的高度 其实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 它这个腿是可以伸缩吗 它有两种情况 然后这个腰呢 这也可以两段伸缩 所以 两两 搭配的话 就会出现四种 呃 腿的这个 拉伸 就是 就是直接这样拉和伸 拉伸和收缩 就是这样 变长变短 这个后脚跟呢 你也可以是 也可以是这样子 也可以是这样 都可以 这样的话 好像站 对站立好像 也比较 也比较稳 就是说 你如果把那个 腿变长了以后啊 都可以 没有什么 特别的 然后我再 我再说说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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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变短 和那个翅膀的变反 我们先解开 解开以后 把这里也解开 然后就跟那个 十一一样呢 把这两个 收回去 把轮子收回去以后 这个往上推 对 保持 这两块 这两块 要给那个让一下 轮着往上推 轮着往上推 以后你发现 这个怎么回事 差那么远 那就是 是这里啊 这个腰 它是个滑槽的 腰也可以缩短的 好 就配合一起缩 一起缩短以后 这样位置又对上了 再扣回去 扣回去以后 这个时候 你会觉得这里 好像有点空啊 有点空的话 我们就 用这个 翅膀来 来 来 来盖 翅膀的话 这个地方 就跟十一 也有点像 也是这个地方 保持它是平的 只动这一节 把它翻下来 把它翻下来 拿这个地方有两节 那个里面那节 不要动它 要动这一节 就说保证这个 跟这个 中间没有缝 比如说你如果 你如果 如果变成这样 那就不行 那这个 卡进去就很麻烦 那就很难对的 好 要保持是这个样子 把它 往这个里面 送 这里扣回去 这里扣回去 这边忘了 两边都往里面送 这个里面 这个 其他地方是一样的 翅膀 就剩这么点了 摆到后面 那个空也是 也是给填住 填住 对这块 这块不能塞到里面 塞到里面 那就变不平 把这块让出来 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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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住这个腰 把这块让出来一点 就这个状态 然后这个 这个前面 腰往前推 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 腿也是最短的 腰也是最短的 身体状态 当然 把腰缩短 把腿变长的话 它 那个身材 身材就更加美心 然后 最短的状态呢 就跟 OTS04 那个 战机有 是 跟它的身高 就差不多接近 正常来说 动画片里面 那个 身材 身材的感觉呢 就是腰比较长一点 腿比较短一点 腿比较短一点 但是你如果要跟 现在最短的跟最高的身高差 最萌身高差 要想它跟它一样高 那你就把这里拉伸 把腿也拉伸 两个就一样高了 其他多余的东西 就自己 以后拿到玩具 慢慢摸索吧 其实 我都基本上已经说完了 谢谢观看